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只有数位资产 美元跟人民币的话 数位美元跟数位人民币 各自的优劣 我来做个比较 我整理一下相关的资讯 美国方面的优势 它可以透过一些 标准制定的机构 举例像是G7 G20 金河组织 它可以传过 美国的资产相关的 美国 传达美国数字资产的 相关价值观 白话呢就是 我可以找一堆朋友 一起来玩游戏 但规则我来定 那人民币的部分呢 人民币大陆的交通银行 行长刘军讲了一段话 他说数字人民币的技术 相对于成熟 试点广泛 更关键的是 有14亿的人口 41万亿元的消费的规模 是发展他们数字货币 人民币数字货币的 最大优势 这个美元跟人民币 都在发展数字货币 院长跟我们聊一下 你觉得现在美元 自己本身美元 是靠着高流通率 跟结算的机制 在各国间流通吗 他如果他去推 数字美元的话 他的优势 让各国不得不买单 听美元去做 游戏规则的制定吗 我先讲个结论 以现阶段来讲 讲数位美元的话 那叫做八字还没有一片 那如果讲数位人民币的话 那个八字快写完了 他已经在全国已经在 广泛试点 广泛试点了 这是结论 那基本上 美国为什么白宫在3月和9月的时候 特别发了新闻稿 特别有这个fact sheet 就是说政策说明等等 其实表示美国 其实内部的还没协调 那美国的那个中央银行 就是所谓的FAT 就是联准会 还对这个事情 很有心理上的抗拒感 这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全世界央行 大概都很抗拒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新的东西 万一错怎么办 那按旧的方法 这个以前有一个官员曾经讲过 这个旧法就是良法 因为不会出问题嘛 要错是别人错 以前是搞错的嘛 可是问题现在是 因为要有一个战略的高度 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了 这个时候 白宫当然是用战略高度 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急剧要推这个 可是晓得 这个事情别人已经走到你前面了 那这个 所以 我觉得你把这两个来比的话 你刚刚讲的说 那个交通银行的行长 他讲了一段话 其实那个事情 他只是说 人民银行 他在发展的问题 因为他是个局外人 他是叙述他的观察而已 其实他们做的进度 远超过刚才那位行长 讲的那个情况 他们已经做了 相当的成熟 他现在只是说 怕出问题 所以他一再的要试一试 而且他将来做的做法 甚至要能够做到什么 一个方面做到 人民每个可以用 就是变成一个 Electronic Payment 电子支付 一个替代 包括现在的什么 那种 大陆现在不是很流行 大家都在用 微信 微信支付 或者支付宝 什么这些东西 他可能可以取代 这个很厉害 不过他们其实在事实上 他已经用控股的方式 已经在上面 把2018年之后 就已经取代这些 微信支付这些东西 只是实际上执行 还是放任你们继续执行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 也许 大家没有注意到一点 经济学人杂志 就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 曾经在一个一年前 有一段话 很有意思 我今天问一下 他说 今天如果中美战争的话 如果是军事战的话 美国人占不到便宜 我们就很奇怪 美国人为什么在军事战争 占不到便宜呢 因为如果战争发生 一定在太平洋的西岸 美国人要劳斯动众 跑过来 他所有的军事资源是很够的 远超过中国 但是如果要集中到 太平洋的西岸来的话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说 你占不到便宜 因为 补给线的问题 补给线的问题 而且你也不能全世界都 把所有资源拿过来 你其他地方都不管了 所以 他说你占不到便宜 可是如果打金融战的话 美国人在现在还有优势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现在至少 SWIFT对它控制 至少纽约是金融中心 所有全世界各地的银行 你问哪个银行在纽约 没有开一个账户的 所以美国人还是控制这个事情 可是这个优势 随着时间过去 会越来越差 就好我刚才讲的 如果说CPIS 或者说 这个 这个 N-Bridge 这些系统都成熟以后 加上数位人民币也成熟了 结果一串绵起来 那美国人原来是 军事占不到便宜 金融有优势的 就搞不好金融也没有优势了 那怎么办 所以美国人其实心理上也很急 那最好什么 逼你现在表态 逼 你说美国逼谁表态 逼大家 如果说能够 它的那些 需要用 游戏制定机构那些好朋友们 不同G7G20 尤其是需要说 制定一些这种 规则 或者用到一个金融制裁 这种机会 能够提前来零的话 美国人觉得 它现在还是有优势的时候 等到它没有优势的时候 那美国人 就可能又要另做考虑了 美国 刚刚优势我刚刚讲的 它就是 能够把美国数位资产的价值观 透过一些制定机构 像G7G20 这些都是算是相对于 比较已开发 有钱的朋友 这些人还不见得听他话的 对是 但一个重点就是 美国制度性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联邦政府 各州有各州的一些法规 各州的一些做法 所以它自己整合出一个 它数位资产的一个管理 自己联邦政府级的一个做法 就已经是一个麻烦了 那刚刚院长也提到 数位人民币这个事情 走得比较早 然后试点的范围也有比较广 更大的是它有人口 跟它的消费的规模 在进行一个测试 当一个数位资产进行 像支付都可以完全做的时候 搭配上现在人民币 有很多海外的结算机制 虽然说再慢慢做了 还不是那么大 包括了像跟辽国 哈萨克跟上个礼拜 巴基斯坦去北京 也签了一个结算机制的 没忘录 那还是小咖 那还是小咖 小咖 最重要还是像我刚才讲 Mbridge 因为你们牵涉到很大的一些单位 最重要有的是BIS 就国际心算银行 也愿意参与那个活动 那这个就是影响很大了 以后数位资产 数位数字货币 跟实体的货币 如果加成加在一块的话 刚刚院长讲 在未来的贸易交易上面 就可以取代现在 一些游戏规则 可以这样说吗 尤其2016年以后 那个人民币变成SDR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 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 占有差不多10%左右的 那个这个分量 那这个表示说 国际上如果要用人民币 作为一个结算货币 清算货币 或者支付币的话 是完全合理的 你今天比如说 我们讲台币不错 在东南亚很多人欢迎台币 可是你拿台币 如果当作一个 国际贸易的清算货币的话 你就会发现 大家有一点犹豫了 Hesity 说我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可是你看最近 石油的一些远期贸易 或者澳洲卖矿砂 到山东去 都开始用人民币来 做一个settlement 所以你去晓得 这个东西是渐进的 美国人大概很不希望 看见进的事情 慢慢再发生 因为万一那比例 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 那美国人他可以拿来 作为优势的这种武器 就越来越少 就趁你还没有茁壮之前 先打掉 对 让你不要长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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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